大家好,欢迎来到长生说明,我是长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建筑专业的最后一讲 就是建筑专业的申请要求 还有它的就业要求 这个两头怎么进和怎么出 建筑学申请的完整的这个指南 是在凯西老师的专家专栏里 大家可以去看这里有这个链接 好,我们先说本科的申请的准备 首先它是需要高中的GPA和先修课 因为建筑学它是一个录取率比较低 对学业要求比较高的 所以GPA还是要比较高的 比如这个学校如果前30GPA要3.9 那么你如果是艺术院校 直接要3.8以上 先修课那么建议数学你要上到微积分 物理方面比如像物理课 而且还有艺术课这些都要有 再有一个就是国际学生 需要雅思、托福、Durlingo 这有一个就行 ICT2021年大部分ICT都是可选的 所以这个ICT要求不是那么高 但是有ICT你尽量还是要考 再有一个就是作品集 因为建筑它涉及到艺术领域 所以很多学生都要有作品集 每个学校作品集的要求都不同 比如说是什么样格式 哪个类型的作品 那么在建筑系申请的时候 不建议学生提供这种高级的 三地电脑模型这样的 那么学校更倾向于看学人的 对话的功底 还有动手制作能力 对吧 所以作品集并不是说越精美越高级越好 是要反映你自己的情况 再有一个就是作品集 面试很多学校都是需要预约 还有文书 跟正常申请一样 它也需要一个主文书 小文书的话 还有一些建筑学院需要一些额外的这些问题 比如说问题最多的 书的庭目最多的是宾州州立大学 如果申请荣誉学院 大家也需要有9篇文书 那就是非常多了 建筑学院的截止非常早 比如说Penn State是1月30号 荣誉学院是12月4号 德州奥斯汀也是12月 所以在申请前要准备 这里面建筑学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叫做iPAL项目 这是说出来了 怎么就业了 那么一般来讲 学生正式学院完了以后 要三年带新实习之后 才能参加专业的执照的考试 但是从2016年开始 有一些学校被美国国家建筑注册委员会 授权可以允许学生在积累AXP实习的过程中 同时准备参加ARE的考试 这个就可以让你提早的拿到执照 你在申请的时候 就最好要去找这种开设iPAL项目的这些学校 举个例子 比如有像波士顿建筑学院 还有南加大 是有这样的项目的 这样的话你就能早拿到执照 早知道就早早的可以找到工作 那么值得注意的话 一个就是不是每个州都任何这个iPAL项目 所以参加之前要看一下 这个州的对注册的建筑设计师的要求 第二就对于留学生来说 因为他有签证的限制 很有可能在本科期间或者研究生期间 他不能够有很多的在美国实习的时间 所以这个项目对留学生的意义 暂时还没有那么太大 所以建议学生还是关注 这个STEM OPT还有ARCH项目的这样的比较实际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学生去申请注册的会计师 就有几个步骤 第一就每个州注册会计师的要求 它是分州来的 50个州这个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再有一个你需要有一个叫NABB认可的职业的学位 时间成本可能是5到7年 再有就是你要有建筑的实践 就是有叫AXP的带新实习 那记录你可以横跨6个领域 要3740个小时 这是很多的时间 要有经验和作品级 其中一半时间积累 必须在建筑公司里获得 你这个时间成本也可以在毕业之后来开始 或者本科的实习也算在期间 那么大约时长最多是3年 然后就是注册建筑师的考试叫ARE 在完成第二步的AXP之后 你可以参加此类的考试 那时间要求是必须在完成学位的5年之内 要去完成考试 第四就是申请注册的建筑师证 就是你考完试了 对吧 2012年的国家建筑注册委员会 叫NCARB报告称 独立或者签约的建筑师 平均需要11年的时间 才能成为行业内的注册的建筑师 所以这条路还是很长的 因为它是一个很专业的学科 好的 关于建筑专业 对吧 它的这个学制啊 它的本科啊 硕士啊 它的学位啊 还有一些它的排名啊 学校啊 那我们这次呢 就讲完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个视频 或者呢 去到这个凯思议老师的专家专栏里呢 有更完整的这个解释 希望呢 能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有在学业上面的问题 或者你那大政 可以私信 在美国的升学啊 转学啊 学术辅导啊 就业指导啊 有些学生遇到困难的一些开除的应对啊 都是我们后人的这个核心业务 我们会尽量来帮助学生取得留学的成功 感谢你观看关注点赞和转发 我们下次再见